繼續來關心華東的消息 加記市標武則勝大規模 由今年標武則街舞大賽管押軍隊部 在此東台下部 標武則政策華東持續到十二月佩合為止 有十五項來自全國武道街精英政策演出 落修在加記市文化教的音樂聽 講庭以及中進公圈頂地演出 邀請大家作回來參與 加記市標武則勝大規模 定義主持人小巴 以及金鐘主持人吳鳳 出味外派的主持風格 現去標武風 國立台灣提供運動大學 六月主張啦啦隊 國際定義肚皮舞團 Smile Thinking 還有如主天團 日愛舞蹈的主親 舞蹈老師所造成的合唱 兼舞蹈團體 定公式的風格舞蹈 每一堆的精彩表演 並讓制定的觀眾 都沒有自自己的隊在製造 搖擺 現地活力集中 所以幾年來我們有提琴節 有標舞節 有管樂節 有非常不同的一個節目 我們希望說我們所有市民朋友 都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 找到你自己非常喜歡的活動 然後能夠大家融合在一起 你喜歡的 你喜歡標舞的 那希望也藏上有機會自己去標舞 不是找一些朋友來共同來標舞 標舞節的活動是希望 突然民眾的崩潰跟生活 依其修建構 適合基大健康的社區為目標 自己市政府 讓自己驚喜的努力 讓國際驚喜的勞力 為國際驚喜的勞心 為會提供豐富的活動 邀請民眾感受標舞節的舞蹈熱點 這天新聞 創民黨 自己是蔡宏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